嗨各位说的没有错 今天是这个刺片小岛EP5 那今天这集总共会跟各位介绍三家金门在地的店家 首先会带大家去吃的是Balance 它是在金门相当少见的义式手工冰淇淋专卖店 那吃完冰呢会带大家去吃这个阿公的岛灰 那它也是在金城模范这一家相当老字号相当有名的豆花店 那吃完豆花我会带各位去吃的是大疆 它是在金门非常受到学生族群所欢迎的一个宵夜 像他们的炼乳银丝卷那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今天一样是由风刺爷风俗卫赞助播出 OK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我们第一家要跟各位介绍的叫做Balance 那它是在金门相当少见的义式手工冰淇淋专卖店 那它还有一些像是现打果汁的气泡饮 那我现在是位于他们的二楼座位区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是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舒适 抱歉我这个有点少一些 那他们这里也有提供WiFi还有插座 所以说各位如果来金门想要享受一个悠闲的午后时光 Balance 绝对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OK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吃给大家看 第一个吃的这个是蓝莓优格 然后还送了一个兰姆葡萄 看起来真的是不错 这种冬天吃冰湿另外一种风味 果然那个口感是很舒服的 很香的优格香 配上淡淡的蓝莓下一个吃这个蓝姆葡萄 蓝姆葡萄一直是我的这个最爱 很香耶 跟我平常吃到的不太一样 它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再来一口这个优格 好吃 好的下一个我们吃的这个是焦糖花生还有抹茶 那就先来试一下这个抹茶吧 相当漂亮的一个颜色试一下 诶很浓耶 它的抹茶是那种抹茶粉 你去泡你要来喝的那种抹茶 浓郁但是是顺喉的 再吃我们这个花生焦糖 花生的香气非常的浓郁 我觉得一丝冰淇淋它们强调的应该就是口感香气 是一种很舒服的 然后不会过重的味道 虽然最近已经有点开始转冷了 但是其实这种冷冷的天 吃穿一球冰淇淋里面是蛮舒服的 OK全部解决掉了 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下一家 第二家吃的是阿公的导灰 它是在京城模范街传承了三代的豆花店 首先配料是它们的一大特色 它们没有选择种类的限制 所以说你想吃几种就吃几种 而且不管是芋泥芋圆或是昏贵等等 都是老板自己备的料 我极力推荐它们的黑糖昏贵 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非常独特 嫩嫩的豆花配上淡淡香香的糖水 在微凉的秋天来上一碗 绝对是很棒的选择 而且呢 它们还有在卖章鱼烧 六颗章鱼烧配上一碗豆花 是多么享受的午后点心 来到模范街 一定要试一下阿公的导灰 那接着我们去吃下一家 最后一家吃的是大江 它是在金门 非常受到学生所欢迎的宵夜 除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小同胞蛋饼之外 它们还有卖很特别的港式点心 那我们就开始吃吧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吃我们的小龙汤包 看起来真的是还不错 感觉这个皮的厚度是相当的不错 好的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吧 哇我们的汤汁还蛮多的 虽然没有到会整个炸出来 但是配上那个皮的口感 还有那个肉的香气搭在一起 我觉得蛮舒服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剖面图 就是这个相当不错的葱肉馅 配上点汤汁 这种面皮的东西像饺子啊水饺 我都觉得很不错吃 好的下一个来吃的这个就是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它们的炼乳银丝卷 炸的金黄酥脆的银丝卷 然后上面淋满的炼乳 那个口感啊 配上它的味道啊 真的很棒 我之前就吃过了 真的是好吃 现在再吃一吃给大家看 漂亮 一条一条的炼乳 然后酥脆的外皮 好硬 真的可以喔 这个晚上吃上一份真的很爽 虽然它是炸过的 可能会有点油腻感 但是配上那个炼乳 那个甜甜的感觉 稍微解一下油腻 很搭真的很搭 炼乳跟饮汁远 怎么会这么搭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身后 它的人潮是越来越多 它是从6点 你夜到凌晨一点半 你在金门 如果晚上饿了 在大疆绝对不错 然后呢 下一个我们吃的这个是 猪排西多士 我的是有加蛋的 然后上面就是 好像淋了一层奶油吧 我就一定用刀叉来吃这个东西 这种豆腐啊 就是要稍微切一下 对不对 各位看一下这个 漂亮的很切面 试一下 最上面那层奶油 我觉得非常关键 吃起来就是很浓郁很舒服 这套面包的口感是很松软 咬起来是非常舒服 再来切一口吃 好的最后一个要带大家来吃的是这个 珍果巧克力厚多士 这个觉得是我今天点的这些里面 是最诱人 看起来最肥的 上面就是一块奶油 然后淋满了巧克力酱 整个是处于一个融化的状态 切一块 吃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的一个舒服 磨叠它的奶油 看看这一口 相当的漂亮 我好像把上面整块奶油都沾掉了 那个奶油的口感很加分 整个是很滑顺的 非常值得一试 不然就剩最后一口了 完食 好的那以上就是这次的 刺片小岛EP5 Balance 阿公的岛灰 还有大江 那我会把眉家的地址 详细资料都放在下面 各位如果来金门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 好的那就这样了 感谢各位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